美国国务院在近日更新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通缉令的照片 但是不久之后居然是发现新照片竟然是用一名西班牙议员的照片合成出来的 令这名议员感到十分的不安 并且考虑要起诉美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周五用新的电脑合成照撤换了本拉登的旧照 并声称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 依照拉登的脸型数据和收集到的情报 采用高科技数码技术合成 不过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左翼议员利亚马萨雷斯惊恐的发现 相比其久未露面的拉登 这张通缉的照片更像自己 仔细观察 两张照片的头发 前额以及塞布的轮廓几乎是一模一样 利亚马萨雷斯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并痛斥美国情报机构水平低劣 把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承认 他们从谷歌上搜索到利亚马萨雷斯的照片 虽然没有查证照片的真身 但人把它直接合成到拉登的头像上 利亚马萨雷斯表示 计划向美国政府取得联系 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联邦调查局目前已经将照片从网上撤走 封鸿一试 做好不当